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房屋 静心 备合很多字我看不懂 这字来自何处 小姐 要不让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吧 小谭她写这封信的时候有读出来 我都记下了 曲谭儿小姐 你好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在那里我做房产中介 就是买卖房屋 我呢 性格比较 比较 比较 女汉子 什么女汉子 就是 就是女人的汉子 就是说她已经嫁人了 有男人了的意思 那她一定很思念自己的相关 应该是这样吧 目前还是一只单身狗 单身狗就是 就是她在那个世界 养了一只只有身体 却没有四只的狗 她真是心地善良 她性格比较大大咧咧 喜欢长腿欧巴 长腿欧巴 欧巴就是 就是一种腿很长很长的点心 据说那腿越长味道就越干美 她们那边星这个 她还说她梦想嫁给 有六块腹肌 长相帅气又有钱的大明星 大明星 就是那天上的星星的意思 她说 她不知怎么 就跑到了我们冬月国 还占用了小姐你的身体 她特别特别想回到她的那个世界 唯一的办法 就是通过牧连 就是通过王爷睡的那张古床 她想知道 你是不是知道 那张古床的秘密 还有那造床工匠的来历 小姐 就这些了 小唐 我不介意你占用身体 反而让你替我挨打 受了不少委屈 我实在心有愧疚 至于你说的骨床一事 我一定会帮你打探 希望唐儿能尽微薄之力 帮助你回到属于你的世界 同时 我要提醒你 一定不能让别人察觉 我们二人共用一个身体的秘密 不然 青泽被当成疯子关起来 重泽会被当成妖女 活活烧死 青泽 把这个交给小唐 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想必你也知道了 我坦白告诉你 如今有另外一个女子 和我共用一个身体 但是 你务必要保密 小唐行事鲁莽 你要时刻提点她 不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赢得别人猜忌 请小姐放心 静心一定守口如瓶 变成哥哥 郡主 王爷吩咐不许打扰她 快 正看你狗爷 本君主你也敢拦着 你快点离开我 别忘了 你是本王的王妃 谁 莲成哥哥 什么事啊 莲成哥哥 是不是不欢迎青云 怎么会呢 她昨天晚上刚刚夸过你 说你冒昧如花 还说谁娶了你 就是谁上辈子的福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她儿怎么会骗你呢 那莲成哥哥 我也娶了青云 青云 本王不是你该选择的人 不是啊 你看啊 一个英俊潇洒 一个貌美如花 你看 你们两个 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郎才女帽 郎才女帽 王妃 本王有一个特别的礼物 想要送给你 也许是王妃喜欢的东西 难道 跟骨床有关 王妃想要吗 想要 就配合好本王好好演戏 王妃 王妃 青云 你也看到了 等王和王妃特别恩爱 心里已经容不下其他人了 爱妃 昨日很调皮啊 王妃 青云郡主还在这儿 无妨 本王和喜欢的人说话 谁愿意听 就让他们听去吧 连城哥哥 总有一天我会嫁进王府的 我去 没想到这副黑男还挺有料的 摸够了吗 戏爷演完了 王妃 我的东西 拿出来吧 这个是地令 是先皇赠予本王的 现在交给王妃保管 地令 你说的 不是跟骨床有关的东西吗 怎么 王妃不想要吗 算了 好歹也是块金子 谢谢王爷赏赐 先撤了 那儿 余昂 在 从现在开始 盯紧王妃 是